所有的艺术都容易受到政治操作 但只要也采用政治操作的艺术不再自裂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而且疯狂的纪录片 在2015年 北韩政府为了庆祝脱离日本统治70周年 破天荒邀起一支摇滚乐团 来到首都平壤演出 这个消息在当时也引起各国媒体争相报答 最后一周 North Korea Earth's Florida Next month 是70th anniversary 的国家的国家的雕刻 是最后一周的级组统効 然后我猜到最重要的是 哪一国家是习以为它是干两国的国家 根本签认为为了第一次的国家 有第一次的国家是一场榜会 一场澳会会有哪个国家的国家 所以谁会是 《Rolling Stones》 《U2》 Mikael Jackson impersonator passed off as the real thing because North Koreans don't know he's dead yet Well, well, no Because it turns out it's going to be and this is true A Slovenian art rock group called Lieback 谁是莱巴赫 这个金正恩清点的第一个准许进入北韩表演的乐团 成立于1980年 擅长用音乐讽刺法西斯主义 乐团最大特色 就是经常身着军服 站上舞台 用工业摇滚 军乐和新古典的音乐形式 发表讲演式的宣传 和关于极权主义的声明 一个走极端偏锋的乐团 被邀请到一个极端政权的国家 到底谁可以被谁改变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个纪录片 记录了这个荒诞走调的过程 既然是个状态的问题 既然是个状态的问题 啊 神經病 神經病 人們想要批准 這件事 正在尋找最小的理由 尋找最小的理由 尋找最小的理由 北韓搖滾解放日 紀錄萊巴赫樂團 前往北韓演出的完整過程 這當中包括他們面對審查 以及隨時可能喊咖 被禁止演出等等危機、衝突 這是史上第一組 活著離開北韓的 假右派搖滾樂團 跟著紀錄鏡頭 可以偷窺半遮面的北韓